狹小的通道你退我擠 不時傳來小朋友的哭喊聲 這裡是廣西知名景點德田 迫不僅去通往山頂的兩條 輸送帶出口之一 實際上出了什麼事情 當局還沒有釐清 只知道出了狀況 迫使登山輸送帶必須暫停運作 德田瀑布就位在廣西壯族自治區的 從左市橫跨中國越南市 亞洲第一大跨國瀑布 為了讓遊客免於爬山的辛苦 景區設置了所謂的磨坦 就是為了讓遊客坐在輸送帶上 直達山頂 動磨坦坐上山頂 就是不能掉 東西一掉就責任 事故發生在十號下午將近兩點多 地方政府立刻成立應急小組 派出消防醫護營救並安撫遊客 直到傍晚六點已經確認事故 至少造成一人死亡 六十人輕重傷 遠距這兩天將暫時關閉 直到調查結果出爐 三天新聞憲林軍報導 三天新聞憲林軍報導 日除消防醫院 六十人 二天 三天